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舅舅第三部《星辰斗士》里的 空调城太郎的超像可动的1.5版本 这次我买到的再版版本的盒装 依然是经典的透明橱窗的设计 并且设计有塔罗牌样式的方针的纹路 但是初版的1.5版本的黑城 好像就不是这个纹路样式 而在合体的背面 则有各种动作姿态的摆拍造型 以及配件展示 直接就来看到主体 整体的观感就是飘逸霸气俊朗 仿佛就是一个稳重成熟的17岁的大叔 在我看来第三部的人形 稍微有点过于艺术化处理了 就是头稍微有点小 手则相对有点大 有点脱离正常的人体比例 不过我们家章鱼倒是很喜欢这一版的造型 全身都是一个全涂装的 身上也有做很仔细的阴影涂装 配合上衣服的风格化的褶皱的雕刻 让我们的这款陈太郎非常的帅气 接着仔细看到上半身 面部制作的非常的俊美 并且肌肤也是一个有着渐变的阴影涂装 可以说设计师非常能get到玩家们的点 帽子上甚至是各处的钮扣 也都是金色的一个涂装 甚至大衣领子上的链子 是一个真正的金属链子 这样一个材质的搭配 就显得设计真的非常的用心 但是仔细看 却又发现身上的漆面 或者是触摸 其实是有明显的杂点和凌乱的小颗粒的 而且合摸线和水口也是很明显的 考虑到小伙伴们来看我们家这期节目 可能是第一款买的啾啾的周边 所以咱们这会儿就先从 这款陈太郎的玩赏上的缺点说起 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最明显的缺点 第一就是帅脸的下方 脖子的关节有非常明显的露出 虽然这里使用了肉色的圆形色的塑料 但是依然很穿帮 减少了观赏的愉悦感 并且脖子的下面 平时的可动塑料小人 都会有设计双段可动关节 但这款陈太郎也是不带的 这样一个固定的设计 导致这款陈太郎的头 就有点向前冲了 有点勾搂的感觉 并且脖子唯一的关节 也受后脑勺头发的影响 几乎不能后仰 当然上有缺陷下有对侧 我们可以让陈太郎摆出一个 后仰外加裆部向前挺立的动作 就是一种那种小混混 或者是那种脾气的感觉 就可以多多少少 弥补一下上半身的前倾了 总之也是一个很酷的动作 而跨步的关节 则是这款陈太郎最大的缺陷了 虽然它的遮羞设计做的还挺好的 但是这个没有卡齿的转轮关节 可以看到外观上只有一个缝 就造型还不错了 并且抬腿的可动范围 看似也非常的优秀 但是如果说 我们这里让陈太郎的大腿侧摆 就卡死了 为了把玩 我们得把内部的转轴方向 转到我们需要的角度上 然后才能进行对应的操作 就非常的繁琐 而且也容易蹭七 这是为啥呢 就是为啥都是转轮关节 为什么这款陈太郎就这么烂呢 就可以发现 同样是使用了相同转轮的同一个系列的白金之星 就活动很灵活 而同样的地奥萨码也是如此 就不需要繁琐的操作呢 就可以进行轻松的前后侧摆同时进行 接着就会发现 这款陈太郎的跨部关节呢 是上下轴都是竖直固定的 所以呢 就出现了一个功能角度上的重复啊 也就是说 明明是同系列的产品 用着几乎差不多规格的零件 因为一个小小的设计区别呢 造成了玩家手感上的巨大不同 而且这次1.5的陈太郎 也是再版生产嘛 就没有进行优化和重新改模 嗯 就挺没有诚意的 说完挺差的品控和老旧的设计呢 我们再来夸一下优点 这次陈太郎的金链子呢 总之是非常亮丽嘛 并且呢 主要它还是可动的啊 就像可穿脱的美少女一样 增加了可玩度 并且可以发现 这个大衣的部分啊 不但做了内部的装饰涂装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塑料韧性 稍微掰开呢 也可以发现 衬衣被挡住的部分啊 也是有做涂装的 总之这种内部的全涂装 全分件就很良心啊 所以这也可能是品控不足的原因吧 因为工作量很大嘛 而风衣的衣摆 也是有一个可动的设计的 这个嘛 只要是陈太郎 这个设计几乎就是一个标配了 一旦这个衣摆飘起来 稍微勾罗的身形呢 也会被完美的调和了 就很漂亮 而两条腰带的部分呢 也是有分件分色涂装的 虽然有些粗糟 但是呢 不仔细看 也看得过去啊 并且也是个软胶嘛 是能稍微掰动一点的 能起到防止断裂的保护 肩部呢 是有多做一个多层的 叫蝴蝶骨吧 蝴蝶骨的关节 能让手臂和肩部呢 轻微的前后移动啊 方便把玩 虽然说看起来有些粗糙 但是确实非常认真的 做了衣服的造型 和对应的涂装 并且呢 在手肘的关节后方啊 以及膝盖的关节前方 也额外穿插了 遮羞和防穿帮的配件啊 这也算是超像可动的标配了 并且在脚部的关节上 这款陈太郎 还非常用心的 做了漏脚踝的设计啊 这么四啊 这是一定要夸一下的 主体的陈太郎呢 就是如此了 有优点也有缺点 并且呢 第三部的超像可动的陈太郎呢 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啊 首先就是 第一配色的黑橙1.0 接着是 第二配色的蓝橙 然后呢 是色的 第三配色的绿橙 再就是1.5版本的黑橙啊 接着还有 WF2019东限定的粉橙 最后呢 就是旧级的 那个质量可以啊 超像可动B的黑橙 接着再来看一下 这款1.5成太郎给的配件吧 东西呢 并不是很多 首先就是第二枚头条啊 区别只是嘴角的邪魅一笑 其他方面呢 区别应该是不大的 反正我没有找到啊 细节呢 都很考究 甚至连耳钉呢 也有做金属色的上色 再这呢 就是两块大腿的替换零件啊 设计区别呢 就是裤子的口袋的部分呢 有一定的隆起 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把原本的大腿裤子外壳给取下 注意内部的左右都刻有L和R的标志区分 接着呢 咱们把替换的大腿零件给装上 按紧 这里的手感呢 就不是很好 安装好之后呢 就有一个揣兜的造型的大腿了 接着我们再给陈太郎 换上揣兜专用的造型手 再把胳膊往我们刚才替换好的大腿 裤带子里面 这么预留的空间里面呢 这么一揣 一个漂亮的揣兜造型啊 就完成了 因为是给了一对嘛 所以左右呢 就可以随意使用搭配了 其他的造型手呢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三桥 完成各种经典的造型 并且呢 也是成队给的嘛 自由度就很大 接着是套件附带的名台词字牌啊 就是著名的 压雷压雷大嘞 什么时候给个 臭婆娘 就好了 最后就是支架的部分 给了一个固定高度的杆子 和一个自由角度的杆子 但地台呢 却只有一个孔 就限制了可玩性啊 没有上次咱们开合的福格 那么良心和方便了 最后就来总结一下吧 这款超像可动1.5版本的黑色成太郎呢 可以看出是一款制作非常非常用心的出品 多数的防穿帮 全身的全涂装 帅气 洒脱的造型啊 和脸呢 都能看出原形式的精湛设计的记忆啊 但因为出品的年代实在是过于久远了 也可以看出一些不实用 或者是老旧的设计 并且呢 出货量的巨大 加上相对便宜的价格 似乎无法承载这个原本的设计 就真正的出货水平 就是我们玩家实际拿到手上的这个质量呢 就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啊 品控呢 就挺让人心烦意乱的 但是呢 无敌的成太郎 又有谁不想来一发呢 还是鉴于来看这一期的小伙伴们呢 很多可能是刚入坑的新人 所以呢 怎么查到 究究相关的周边 比方说超像可动 又或是更多别的系列的出品的方式方法呢 这里呢 我就比较推荐浏览超像可动的出品品牌 Medicos的官网 进行相关的品类的查询 可以说官网啊 它这个产品的内容啊 是做得非常详细的 也有对应的系列和作品种类的这个分类 接着呢 还有咱们著名的七八动漫网啊 这是一个非常综合性质的 魔玩手办的资料 加社区型的一个网站 有着非常非常丰富 而且详实的资料 也有很多很多专业的玩家 在里面互相交流 并且呢 站长也非常欢迎 也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用户啊 或者是玩家 去一起帮忙进行网站的建设 比方说你拍了一套99 或者其他周边的图文资料呢 只要这个质量啊 达标 是有可能被加入到资料库当中 去供大家一起欣赏和参考的 总之呢 这个七八动漫网 是一个非常开放 和欢迎新人的网站 我一直用它 以上呢 就是这款成太郎的开箱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对大家的玩赏 以及之后的收藏呢 有所帮助 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